對 脊髓末端大概在腰椎跟胸椎交界的地方 就到那邊就停止了 所以中樞神經我們就把它想成就是我們的大腦 然後脊髓下來就這一條 就這一條就叫中樞神經 這樣記中樞神經比較好記 因為其他的就叫周邊神經 對 那今天為什麼我會想提這個題目呢 就是說之前我們大家廣播電視都講非常的多 什麼事呢 就是如果我們手麻 那我們大家一般觀眾都知道 是頸椎 特別是頸椎骨刺壓到神經 造成手麻 雙手單手 然後呢 腳麻 腳痛 做骨神經痛 那現在大家都知道是腰椎骨刺壓破 那經過這樣 這一直在重播這樣的訊息呢 我會讓大家有個誤解 有個誤解說 好像神經呢 只有在脊椎上面的骨刺才會壓破到神經 對 但是其實不然 OK 所以就像剛剛副院長你講的就是中樞神經這一條 對 所以像我們講的可能是頸椎的這個骨刺 這個其實也是在中樞神經 中樞神經 我們的腰椎 腰椎是周邊神經 腰椎就算是周邊神經 腰椎就算是周邊神經 對 所以其實我們會有民眾有很多誤解 我手麻就是安全 我腳麻就是安全 對 其實不見得 不見得 其實有時候我們反而 不要捨近求遠 就是我手麻 就是我手裡面的神經被壓到 這個也是一個可能性 對 就是手裡面的神經 而且還蠻常見的 或者我腳麻 就是我的腳裡面的某條神經被壓破到 OK 對 那會壓破到神經的東西呢 不一定只有骨刺 那還有什麼會壓破 譬如我們的肌肉外層呢 都會有一層膜 或者有時候會我們會有一些韌帶 對 那這些膜呢 相對來講 或者韌帶相對來講 它會稍微比較硬一點 嗯哼 那特別是當 我們年紀慢慢稍長之後呢 對 它的彈性會變差 比較疲乏一點 比較 變硬 變硬 反而比較退化之後 它會變硬 那如果有神經在它的旁邊呢 對 它 年輕的時候 柔軟度比較好 神經不太覺得壓破 嗯哼 但是我們年紀大了 或者我們 過度使用 對 用盡廢退 嗯哼 之後呢 那 韌帶 增厚 對 或者我們肌肉外層的 那一層 我們叫筋膜 嗯哼 變硬變厚 那就有可能會造成神經的壓迫 是 那神經一壓破之後 就會產生酸麻痛 感覺異常 對 對 那這些事情呢 都可以 表現在 手麻 就是 手本身裡面神經被壓破 OK 對 那不一定 不一定 都是 一定要來頸椎 才可以壓破 嗯哼 所以 那 這是一個 要提醒大家的概念 對 那第二個概念是什麼呢 就是說 大家有 要有一個叫做 雙甲脊的概念 雙甲脊 什麼叫雙甲脊呢 就是說 比如說 在整條神經的 我們知道呢 神經都是從 腦 然後脊髓 然後再到我們的四肢 嗯哼 在這個路上呢 可能有兩個地方壓迫 嗯哼 最常見的 譬如我們舉例手麻好了 嗯 手麻 我今天手麻的原因呢 可以有兩個地方受到壓迫 造成我今天的手麻 是 一個最常見的就是 頸椎 頸椎 這個大家都知道 對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 晚睡到 晚睡到 就是 或者我們就講說 手裡面的某條神經 也同時被壓到 OK 所以如果我們只 解決其中一個 嗯哼 那 酸麻痛可能會改善部分而已 是 對 所以 要再把另外一個 加進去 加進去 或者把它 壓迫的地方把它鬆開 鬆解掉 那症狀呢 才會好得完整 是 OK 那副院長 那我另外再請教 那有沒有可能是同時的 比如說 他同時 他頸椎這邊有骨刺 那同時 他的那個 在晚睡到這邊 也會出現 神經痛的狀況 對 可以同時 也會他有機會 同時的時候 我們就叫做 雙夾擊症候群 這就是雙夾擊 對 這就是雙夾擊 OK 所以其實大家的狀況 你會痠麻痛 不是只有單一原因喔 我們要去做釐清 對 所以呢 常常呢 我們就會聽到 九六鄰居在討論的時候 就說 欸我也是手麻 那我頸椎開完 哇我恢復很好欸 那隔壁就說 沒有啊 我還是在麻 是不是醫師沒開好 喔 OK 就開始怪醫生啊 那也不會怪 他就會有一個問號出來 OK 對 那所以 我們大家要記得 我們不要很直覺的 就認為說 病因只有一種 嗯哼 病因可以兩種的 兩種就是說 有兩個地方壓到神經的 OK 所以呢 如果 欸開完沒有預期的好 嗯哼 那我們就要記得說 欸 有一個叫做雙夾擊症候群的 是是是 OK 那有一個問題想請教一下 蔡醫師就是 剛剛講說 這件事情 生骨齒它只會長在 我們講的這個 脊椎的這一條上面嗎 還是其他地方也會有 也會有 生骨齒的狀況 欸 也會有 特別是只要骨頭的地方 嗯 而且那個地方呢 有肌肉韌帶 腹著的地方 對 那個地方就會容易 長骨刺 長骨刺 或者那條肌肉常常被使用 對 然後它在腹著在骨頭 的那一端 嗯哼 的部分就會容易長骨刺 OK 好那 我們常常在電視上也會聽到一個名稱 而且常常都會 有人會出來這麼做一下 就是 坐骨神經痛 就是有沒有 常常看到電視廣告就是 喔 這個喔很痛這樣子 0800 沒有辦法彎下去 對 坐骨神經痛 OK 它不是病 嗯 它不是一個病 OK 它不是所謂不是個病呢 就是說它不是一個病名 嗯哼 它是一種症狀的描述 喔 我今天的痛 只要是從臀部 大腿小腿後側 對 我只要這樣痛下來 嗯哼 只要這樣的症狀 對 就叫做坐骨神經痛 OK 而不是說 我一定是坐骨神經 被壓迫 造成的痛 是 才叫做 坐骨神經痛 不是 今天我們講 醫生我坐骨神經痛 嗯 的意思就是說 我剛剛講的 臀部 大腿後側 對 小腿後側 這樣整條 這一條 這樣分佈的 這樣的區域 符合這樣的區域 就叫坐骨神經痛 OK 所以坐骨神經痛 是一種症狀的描述 是 本身不是一個疾病的診斷 喔 所以重點在於 你今天為什麼會 會有這樣的痛法 對 對 後面的原因是什麼 是 那當然最常見的 就是 腰部的 骨刺 或者嘴肩盤突出 突出 壓到神經 是 OK 那這樣子的一個狀況的話 它也算是周邊神經的 對 一種 也是周邊神經的一種 那 再來就是 碗隧道 其實碗隧道 其實上次好像 我們有稍微談到 碗隧道 其實碗隧道的部分的話 也是剛剛 其實副院長你有談到的 就是我們講的手 也有可能是碗隧道 有出狀況 對 沒錯 所以我們先介紹 碗隧道症候群 因為這個碗隧道症候群 比較有名 大家比較知道 大家都知道 就是說我們手碗有一條 叫做橫韌帶 對 在我們過度使用 打電腦 或者做手部的動作 比較多的時候 對 它會增厚 OK 或者會相對變硬 嗯哼 然後呢 它底下的 我們叫做正宗神經 對 它就會容易受到壓迫 喔 嘿 就是這樣的一個病理激轉 嗯哼 病理激轉呢 我們可以把它應用在身體其他的四肢裡面的周邊神經 其實道理都很類似 對 嘿 所以我們就先講碗隧道症候群 是 然後呢 那我們就很容易理解其他地方的症候群 喔 OK 是 那碗隧道症候群呢 我們可以做一個自我的測試 喔 譬如說我們都 欸 雙手合十 拜拜 嗯 但是呢 我們把我們的手臂呢 還有我們手掌的姿勢呢 稍微弄越九十度越好 喔 越九十度越好 喔 就這樣 嗯 喔 如果看直播的聽眾就看得到 你也可以這樣雙手合十 那也可以反過來合十 喔 弄手臂 就這樣子 對 這樣的合十 喔 如果 越早 嗯 產生麻的情形 喔 而且這個麻的樣子呢 跟你平常麻的樣子很像 嗯嗯嗯嗯嗯 那這樣呢 我們 就可以 強烈的懷疑說 他是 管睡到症候群 是 對 那他通常麻呢 都是麻 手指 前面 拇指 拇指 中指 這三隻 OK 欸 沙伊斯我發現有一個狀況欸 就是 最近不是很多年輕人都很熱衷在打這個所謂的網路線上的遊戲嗎 甚至我覺得現在很多年輕人也蠻厲害的 他在比賽的成績也蠻好 所以有很多所謂的電競玩家 那我發現說很多電競玩家 他好像這個 因為他一直在用滑鼠 用滑鼠 對 所以他的手會有一些症狀出現 對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狀況嗎 對對對 如果他會產生手麻的症狀 對對對 那也非常容易是 是 碗睡到症候群 那碗睡到症候群 那碗睡到症候群 像他們這麼年輕呢 他主要是因為那個姿勢太久 是 那 譬如在 稍微 手碗稍微翹起來這個姿勢裡面呢 我們碗睡到那個通道 對 相對狹窄 OK 所以 等於 比較會擠壓到我們的症中神經 然後擠壓一下子沒有關係 對 但是你一打好幾個小時 那神經就會覺得不舒服了 就會產生症狀 讓你覺得 會麻了 對 那 其實打電腦這個動作呢 我們 除了 懷疑到說 是手碗的地方的碗睡到症候群 但是 大家 另外大家要注意就是說 別忘了 我們的手肘呢 也是呈現一個 彎曲的姿勢 沒錯 對 我們在打電腦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彎曲的姿勢 對 我們手肘彎曲的時候呢 對 這裡會有一個叫做 肘隧道症候群 喔 肘隧道症候群 手肘的肘隧道 哇 彎曲的時候呢 相對會把我們這條神經叫做齒神經 對 那個敏達齒的齒 對 兩幾公分那個敏達齒的齒 齒神經 我們在彎曲的時候呢 他相對會把這條神經拉緊 會比較受到壓迫 對 那他就會產生手麻 是 而且 可能要提醒各位聽眾啊 嗯哼 就是說我們手麻的時候 我們在家的時候 我們要自己觀察一下 嗯 我們麻的區域在哪裡 特別是手指頭 是比較偏拇指端 還是比較偏小指端 哦 母子跟小指 有不一樣的神經 對 晚睡道呢 是正宗神經 他比較會是母子 哦 母子 大母哥這一邊 走睡道呢 他是齒神經 他會比較偏小指 哦 小母子 對 所以我們大概從麻的位置 也可以來做區分 哦 對 那另外還有 我知道有些 有些聽眾呢 他睡覺的時候啊 他他會 會這樣睡 對 會這樣子 對 所以 臨床上 對 臨床上也會說 欸醫生我常常睡覺麻醒 真的喔 欸其實我也有一點欸 對 有時候手會 手會去拖頭 對對對 手會拖頭 那這樣就會把齒神經拉緊 OK 對 那所以呢 麻醒 我就會問說 麻哪裡 哦 母子還是小指比較多 OK 那如果小指比較多 我就會請病人說 你睡覺手都怎麼辦 OK 對 那一般就會說 就會有這個姿勢 那握佛的姿勢 對 握佛姿勢也是 握佛 對 會拖住拖頭 對對對 齒神經 齒神經 哇 這個真的睡姿也很重要 對對對 所以這手的話 這兩條神經是最常見的 OK 好 那時間關係先讓電台 進個廣告等會 還有這個懷隧道症候群 還有大家也很好奇 到底要怎麼治療 遇到這個狀況怎麼治療 還有平常的保健 等會我們的蔡東漢醫師 會跟大家繼續做分析 我們先讓電台先進個廣告等會呢 下個段落我們再繼續聊 等會馬上回來 來 這屬豆瓶 人生無雙 有的人是為了親情 事業 心情 在煩惱 在這裡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張徽充門 我們如果要睡前 念徽充門 徽充門讓自己的完成 咀嚓 我們的心臟會更平靜 這裡可以自己免費來結 空氣三三五 數理三三 啊 怎麼辦 王子的舞會快開始了 我要怎樣才能趕上 先入累啦 哦 是神仙教母 看我的召喚神助 07 831 9037 哦 這台是 是全球租車啊 全球租車提供商務服務 旅遊接駁 專業包車 還有轎車 旅車 修理車 大巴 中巴 小巴 比之前的南瓜馬車更厲害 趕快去舞會吧 祝你有個甜蜜的約會 哇 好 謝謝神仙教母 有任何租車需求 請找全球租車公司 07 831 9037 831 9037 提升就業力開創新器機 有服裝設計 不動產 餐飲 烘焙 飲料調製 AI應用等 超行課程選擇 政府提供補助 及訓後輔導就業 請至高市勞工局 訓就中心官網查詢 或至救福站索取簡章 以上廣告由勞動部 就業安定基金補助 這是一個最快樂的地方 沙營最愛 最快樂的電台 快樂台灣 無限精彩 快樂聯播網 我們先來講一下口播的訊息 這是高雄市 在今年五月份受到滯流封面影響 強降雨雖然造成部分地區 有積淹水的狀況發生 但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過去一年多來 加強下水道的輕梳 打通瓶頸跟排水的改善 因此災情大多為 道路排水孔遭到雜物阻塞 造成積水 排除之後呢 就恢復水流的暢通 對比107年8月23號 豪雨 這次積淹水災情 大幅度的減少 退水的時間也更快 對民眾所反映 淹水問題及位置 水利局 已經陸續研擬改善的措施 列為重點改善區域 讓市民朋友免於淹水之苦 以上的資訊由高雄市水利局提供 我們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我們回到現場 是我們的好朋友 七弦脊椎外科醫院 微創脊椎外科 我們副院長 蔡通汉 蔡醫師 在現場跟大家一起來講到 我們的這個很多疼痛問題 尤其我們剛剛有講到周邊神經的問題 有講到坐骨神經痛的問題 有講到碗碎到症候群的問題 那我們這邊其實今天蔡醫師也帶來幾張說明的圖 我請我們的同事幫我秀一下我們今天蔡醫師帶來的這個圖案 有看我們直播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如果是聽廣播的朋友 楊姐會稍微解說一下 那這個圖是一個手掌 喔這是你手掌 對手掌 那蔡醫師這個手掌要跟大家講的是碗碎到嗎 對這個就是碗碎到症候群 然後藍色的部分呢 它就是畫在母指、食指、中指 還有一半的無名指 對一半的無名指 就是它的症狀會產生在這個藍色的區域 OK 對那它壓迫的地方呢 剛好在手掌 我們叫做橫韌帶 橫韌帶 對手掌的一個橫韌帶 就是那條韌帶呢 壓到下面紅色虛虛的神經 對 所以就會影響到我們的碗部 影響到我們的手指 手指會麻 手指會麻 藍色區域的地方會麻 那在手掌下面那個區塊的部分呢 它也會不舒服嗎 還是它會 它也會不舒服 如果呢 我們稍微 就是拿我們 我們叫做神經錘啊 我們輕輕的點 點那個壓迫點呢 它就很通 它就會引發觸電啊 或者症狀更明顯 對 那這個也可以讓我們來判斷說 它的壓迫點在哪裡 OK 那手術的話 就是手術在它壓迫點的地方 所以如果手術的話 會手術在哪一個區塊 就是那個白色橫韌帶的地方 把它剪開來 白色橫韌帶的區塊 對 好這個部分就是 碗隧道症候群的部分 會展現出來的齁 來我們看下一張圖 下一張圖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 懷 懷隧道 其實我們剛剛還沒有談到齁 不過 蔡醫師可以先跟大家講一下 懷隧道 它是壓迫到哪裡的神經呢 喔 懷隧道呢 它是壓迫到呢 支配我們 腳底的神經 所以這個常常病人會 會抱怨呢 腳底馬 對 或者呢 他會抱怨說 他走路呢 覺得好像走在沙灘上面 蛤 他們會覺得撲撲 撲撲 對 就是沒那麼靈敏 等於說他踩下去的觸覺呢 回饋給他的感覺呢 變遲鈍了 對 所以他們走路就不敢走快 OK 他會覺得 沒有那麼腳踏實地 這個常常 病人都會 會有這樣的感受 對 另外呢 有的壓迫到呢 他不是產生麻 他是產生 足後根的疼痛 足後根的疼痛 對 這個會很像 足底筋膜炎 足底筋膜炎 也很有名 大家都有聽過 是 但是 有一部分呢 其實他不是足底筋膜發炎 而是 嗯哼 這個叫 懷隧道症候群 是壓到的 壓到神經的神經痛 而不是足底筋膜炎的 筋膜發炎在疼痛 對 這個要稍微區別一下 是 對 那蔡醫師你說 這個 病人通常會覺得說 走起來沒有那麼腳踏實地 對 可是 他有一個眼鏡 有一個進化嗎 比如說 他 他會先感覺到疼痛 再感覺到 他怕路噗噗 還是他已經 他是覺得先走路噗噗 還沒痛 喔 那之後才變痛 他有沒有一個 一個先前後的一個順序 沒有 這個沒有一定 沒有一定 他有可能只是說疼疼噗噗 可是也有可能他已經痛了 對 或者有時候他壓迫的原因是什麼 嗯 如果他壓迫的原因 譬如說他今天是一個 一個急性的受傷 嗯 或者骨折 對 那個就是直接痛 是 對 那如果是慢慢增生的 慢慢慢慢那個隧道變狹窄的 那他可能從麻 慢慢麻 慢慢麻 有時候就是看 他那個病因的 的輕重緩急啦 OK 嗯 好來我們來看下一張 哇 這個就是軸了 手軸了 對 這個就是軸睡大 就我們剛剛講的 是 你看這張圖 他神經的壓迫點 是在手軸附近 對 然後他造成的 酸麻 嗯 的區域呢 是在偏小指的地方 喔 對 是藍色的地方 就藍色的那個區塊 有看直播的朋友 可以看到這張圖 他就是下面藍色的那個區塊 就是他會麻 會痠痛 痠痛 對 就是比較偏小指那個區塊 比較偏小指 對 這個就是軸睡到 軸睡到 所以他到時候如果要開刀 要處理的地方 是在他的手軸 對 而且這個處理呢 就會比較簡單一點 就是大部分的 周邊神經的壓迫呢 我們來處理都可以在局部麻醉下 就可以就可以把它處理完 不用大費周章的啊 要上全身麻醉啊 插管這樣 OK 到還蠻快的 所以這是會 也是用剪開的嗎 對 就是找到壓迫點 然後把壓迫的東西把它去除 這個我們叫做神經減壓 神 神經減壓 把神經上面的壓迫的東西把它拿掉 好 OK 來 那我們還有下一張喔 來我們還有下一張圖 第四張圖 這個是在我們的 這是大腿是不是 對 這是大腿的位置 這個 這個也蠻常被忽略 忽略掉的 這個他造成的 的不舒服呢 是在大腿外側 嗯哼 那 病人常常會覺得說 如果我口袋裡面啊 放一串鑰匙 對啊 那我就會常常覺得 鑰匙在我大腿上面 就覺得 我們台語叫做很阿扎 阿扎 對 一般來講鑰匙放著就放著嘛 對啊 我們就覺得有個鑰匙在裡面 是是是 但是病人他就覺得很敏感 嗯 嘿 那 另外一個呢 最常見的一個族群就是 阿兵哥 阿兵哥 欸 阿兵哥我們出操的時候 會帶那個S腰帶 對對對 那S腰帶呢 我們熱緊的時候呢 我們會在跨骨 跨骨的地方呢 對 就會刺激到那條神經 那有時候 他也會覺得大腿外側會麻 對對對 所以 嗯 那 有時候呢 他也會麻到 臀部嗎 臀部 病人主觀的感覺上 嗯 主觀的感覺上會覺得 他的不舒服是從臀部到大腿 喔 所以很多老人家來也會 自稱他是 坐骨神經 喔 對 對 或者他的坐骨神經不舒服 喔 嘿 所以 有一部分的人是這條神經 受到要不好 這個我們叫做骨外側皮神經 骨外側皮神經喔 骨外側皮神經喔 所以他也是所謂周邊神經 他也是周邊神經 OK 骨外側皮神經喔 這是在我們的大腿的部分喔 大腿的部分 好來我們還有一張嗎 還有 還有一張喔 來我們來看最後一張喔 這個部分是在哪裡呢 在膝蓋附近 小腿上面 喔 小腿上面膝蓋附近 對 這條神經呢 其實 是周邊神經裡面的第三名 常見壓迫的 第一名是晚隧道症候群 所以大家都 都聽過 都聽過 第二名是齒神經 就是走隧道 走隧道 都在首部 對這條神經呢 是第三名 對 那也蠻常被忽略到的 是 他等於在 嗯 在我們的小腿的外側 然後 膝關節下方一點點 對 的地方 如果以中醫的隧道 剛好在陽陵泉附近 OK 沒關係 反正 如果看得到圖的 會比較好解釋一點 是 那他產生的症狀呢 是 小腿外側的酸麻痛 小腿外側會酸麻 而且呢 嚴重的話 這一條 神經壓迫嚴重的話 它會造成垂足 垂足 就是腳踝會翹不起來 蛤 腳踝還會翹不起來 對 那一般會很容易被誤解為 因為 腳踝抬不起來 大家會覺得是癱瘓了 嗯 那癱瘓就會想到脊椎 對 就會認為是脊椎的問題 或者壓迫 造成他癱瘓 腳踝不起來 腳踝不起來 是 等於他拖著腳再走 那這樣子不就行動不方便 行動不方便 沒辦法穿 穿拖鞋 蛤沒辦法穿拖鞋 對 他穿拖鞋穿他就會滑下來 哇 或者呢 他常常會踢到東西 OK 欸 或者常常在跨那個門檻 嗯 會被絆倒 會不會有人覺得說 是不是小中風還是怎樣 對 甚至有人會覺得中風 對啊 所以當有這樣的時候呢 會有很多需要去鑑別診斷的 對對對 比如說您剛剛講的中風也有可能 第二個 脊椎的疾病也有可能 對 第三個是這個問題 而且這個問題很容易被忽略掉 喔 也會被誤判的狀況 會被誤判 會被拖延到病情 病情 不曉得要找這條神經 是是是 那這條神經的名字叫什麼呢 叫匪神經 匪 喔 非神經 一個肉一個是非的非 喔 非神經 OK 這個神經也很容易會被忽略 忽略 嗯 OK 好我覺得這幾種的那個狀況 大家都還是要特別小心喔 尤其也很容易會誤判喔 好來 那我們 回到我們的節目當中 我們的畫面回來喔 那今天其實 哇 我覺得蔡醫師 你講好多好多的這個狀況 我覺得每一個都很很大的問題 那當然我們要講到說怎麼治療跟怎麼保健 治療的方法應該每個地方不一樣吧 欸 欸治療的方法大部分還是從保守治療開始 就是減 是要做復健 對 然後復健呢有電療啊 或者徒手治療的神經鬆解的一個手法 是 另外一個就是 欸 我們要去回頭去找一下 欸我今天這裡為什麼會容易壓到 對 譬如我們剛剛講的我們的軸神經 是我睡覺的 的關係 對 喔 所以呢有時候適當的使用護具 喔 護具 就是 欸我們買個護具 那晚上睡覺的時候 戴起來 嗯 讓我們的手肘呢 不會過度的彎曲 嗯哼 欸 因為我們有時候我們睡著的時候呢 睡著時間太久 壓迫時間太久 對 就會慢慢的日積月累把它造成傷害 是 所以護具的使用也非常重要 對 不管手術前手術後 我們都要使用護具 對 那當然最後 欸真的這些方法都不行 嗯哼 那就好選擇手術 手術 那手術呢 其實也 欸 聽眾也不用太擔心 大部分都是具部麻醉 是 我們做 我們做完就 門診手術 就做完可以馬上 就好像你去 弄牙齒一樣 喔 手術啊 骨骼就回家了這樣 對對對 所以病 所以他處理方不會很複雜 嗯 相對會 跟我們的脊椎來比 會簡單多了 對 對 所以也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才 欸 今天特別弄這個題目 嗯 來提醒大家 手麻腳麻 不全然都是脊椎的問題 對 不管是頸椎或腰椎 喔 那也不是只有頸椎跟腰椎 嗯 才會造成神經的壓迫 對 其實我們四肢本身裡面的構造 嗯 也很容易造成神經的壓迫 對 特別 容易被忽略 是 好OK來 蔡醫師最後30秒 跟大家做個最後的補充 欸 我想 欸 現在這種手麻腳麻啊 這些都是 文明病 嗯 那 因為現在大家也 欸 欸 我們也是老人社會 對 那身體的 這些軟組織被我們使用久了 嗯 難免就會有一些退化的現象 沒錯 那在退化的過程裡面呢 除了關節造成的疼痛之外呢 有些是因為神經的壓迫 是手腳 手或腳 裡面本身的神經受到的壓迫 嗯 會造成 欸 疼痛的 的 的狀況 欸 啊所以這邊要提醒大家 就是說 嗯 很常見是脊椎骨刺沒有錯 是 但是呢 周邊神經 就是我們講的 手腳本身的壓迫 大家也不要忘記了 好 最後有一點 就是 雙夾急症候群 對 脊椎骨刺也壓到 手本身的神經也壓到 OK 好要特別小心 今天非常謝謝 七弦脊椎外科 蔡東漢副院長 謝謝蔡醫師 謝謝 謝謝 好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